讲紫砂湖讲到这里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 讲的是以前 有个富翁 在茶亭里面泡茶 这时候来了一个乞丐 当这个茶的香味 一起的时候 这个乞丐就说 这个茶很好 可惜这个湖不好 使到这个茶的品质 有所下降 这个富翁一听 接着这个乞丐讲得有道理 就问 你有好的茶壶 能够让这个茶更好吗 这个乞丐就从怀里 颤颤巍巍的 拿出一把壶来 叫这个富翁拿来泡 结果这个富翁 拿着这个乞丐的壶 和自己的茶 这一冲泡 果然这个茶香味更为凝聚 味道更加浓郁 水更加爽朗通透 这个富翁的大为感慨 果然好乞 这个乞丐就说 我以前也是一个富家翁 后来因喝茶 喝得倾家淡茶 只遗留下这把壶 这个富翁就对这个乞丐 的壶有所企图 就出钱跟这个乞丐买 这个富翁出多少钱 这个乞丐都不卖 最后这个富翁和乞丐达成协议 这个乞丐在这个富翁家 免费吃饭 共享一把好壶喝茶 从此这位乞丐也过着富翁般的生活 可见一把好壶对茶有多重要 真正讲的好壶 正如我前面讲的 一定要老沙矿 也就是风化酒的沙料做的壶 这样的壶才叫老胡 有些朋友把存放久远的壶也叫老胡 其实不然 尽管是存放久远的老胡 可是他自乎的沙料是鲜矿 那么这样的壶不算是老胡 我讲的老胡 我讲的老胡是在太阳底下风化时间长 这样的沙料做的胡才叫老胡 更甚者有一些存放久远的胡 是墓葬胡 也就是在墓地里面 取出来的胡 或者是在环境很恶劣 取出来的胡 这一类的胡 朋友们 我建议你们 都不要去找这种胡 因为这种胡 我曾经用过 我记得有个朋友 他在惠东沿海地区 当时走失的时候 有一批走失物给截留下来 结果这把胡就给扔在旁边 放在一个农民家里面 放了好久 几十年了 后来拿到我手里 是一个大约在350cc左右的一个大品项的胡 断泥胡 我一看很喜欢 结果一闻 里面老是有一股闷闷的美味 我每天用两个小时煮 煮完了以后又用茶来喂 结果煮了一个多夜 再闻 还是有这个美味 永远去不掉 所以我对这样的一个老远的 这个不知哪个地方来的胡 甚至是墓葬陪葬胡 你说这样的胡能喝吗 这样的胡也不见得是 用老料做的胡 它只不过可能是新料老胡 放在久远的胡而已 所以我这样只建议 第一 你要知根知底 这把胡从哪里来的 第二 要干净 冲泡起来没有意味 那么这样的老胡才算好胡 当然最好的老胡 当然最好的老胡 就是我们知道它风化时间的长短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有一把 风化时间达到二十年以上 这样的老胡 我们有一把族意 有一把我们都可以找一个富翁 去共享富贵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 就算不能共享富贵 你自己也能喝出上天堂的感觉 好胡 能够让你有一种美妙的感觉 上天堂的感觉 当然 如果你是对各种福有感兴趣的话 那我有建议 最好呢 各种泥料 你都要有 比如紫泥的 清水泥 底着清泥 纸拼泥 你总要有吧 这三种会有 猪泥 断泥 降坡泥 红皮龙泥 龙血沙泥 黑沙湖泥 这些你总要有吧 所以我们不妨有各种泥 老实说 每一种泥 给你的口腔的爽朗度 清香度 味觉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一方 假若你没有这样的心思 我就建议你只找一把老胡来用 但是在这里我要指出 注意胡来讲 它的这种泡茶的功用 也有时间性的 也就是说一把胡 最多呢 它能够泡两到三道茶 你再继续泡下去 你会发现 它的亚纳米作用 它的这种水的 这种亚纳米性 爽朗度会降低 它的香味 茶味 会降低 也就是说 它这种功用会降低了 它是有休息的 所以我们这把胡不能早上泡 中午泡 晚上泡 都用这把胡 这把胡累了 所以 我们真正的是用用胡者 如果是从早上泡到晚上 我建议你要有三把胡 当然最好是不同类型的胡 假如你真正是一个品茶喝茶 一把足以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 茶你不能够早上喝 下午喝 晚上喝 身体是受不住的 因为茶是帮助你身体 加速代谢的 你这种代谢的 天天的这样一 从早到晚的一种 时时刻刻的加速 是加速生命的 力的流速 而不是达到健康指数的提高 这就是我讲的 第七讲 自杀